我們最後一個叫做變質鹽 變質鹽就是受變質作用 有比較高的溫度跟壓力讓它產生變質作用 改變它的岩石組織或礦物成分 就叫做所謂的變質鹽 我這裡寫了一句話 受溫度跟壓力的影響尚未融化 停車戰界問我為什麼要說尚未融化 我為什麼要說尚未融化 因為融化就怎樣所以它就必須要尚未融化咧 為什麼要尚未融化 二號 二號不在 二十二號 二十二號 為什麼要尚未融化 為什麼會變成佛神業 你假裝算你答對好 因為它如果融化了就變成岩漿 岩漿在凝固有什麼鹽 火層鹽就不會叫做變質鹽 就不會叫做變質鹽 所以要尚未融化 要尚未融化 好 變質鹽是三大類岩石中最複雜的 因為變質鹽還可以繼續變質 有一個假岩石可以變成A A可以變成B B可以變成C 那你現在搬一塊石頭 它是誰啊 我認為它只有B 不是 我認為它已經變得到C了 不想就吵架吵不完 所以變質鹽是三大類岩石最複雜的 因為它有個連續性的 持續性的變作用 A可以變成PB可以變成C 不過很好 對國中生而言 只要是現實學問很複雜 國中一律都會變得非常簡單 通通省略不提 草草帶過就沒有了 所以我對我們國中生而言 它非常簡單 很少 內容很少 變質鹽有兩種 一種叫做區域性變質鹽 一種叫做接觸性變質鹽 區域就是大規模的 比如說我們後面要交板塊活動 整個大規模的擠壓 所形成叫做區域性變質鹽 比如說我們花東地區 花東地區 就有這種區域性變質鹽 就有這種區域性變質鹽 就有板塊交進 整個大範圍的變質 另外一種是考試有考的 接觸性變質鹽 考試題目寫 這裡有個岩漿噴出來 跟它接觸的地方 它有變質作用 對不對 對 接觸性變質鹽 碰到那個高論的地方 接觸性的地方 所以範圍比較小 碰到接觸性變質鹽 OK 好 最後是種類 看一下就好 那麼講過了 變質鹽最複雜 但對國中生變成最簡單 因為我們只要一件事就好 史惠炎變成大理 國中生考試題目幾乎只考這個 史惠炎會變成大理 但老師你上面還寫個葉炎變成板炎跟片炎 那個是以前高中生喜歡考的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最近國中生也問的也變多了 這個它是在連續變質 葉炎會變成板炎 板炎會變成片炎 片炎會變成片麻炎 所以以前高中生會考一個台灣地理 然後問你說哪邊容易有板炎 哪邊容易有片炎 哪邊容易會有片麻炎 看哪邊的變成度比較高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最近國中生問這個葉炎變板炎的炎 有增加的趨勢 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可是過去來講我們幾乎只考什麼 史惠炎變成大理 剩下就看看就好 剩下看看就好 幾乎沒有人會考 我也看過有人問過那個感染炎 但是幾乎沒有人會考 所以看完就算了 所以它很複雜 可是國中生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你就給我備好 史惠也會變成大理炎 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變脂炎的部分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很好 然後呢 大理炎很美觀很漂亮 所以可以來大理石雕刻有沒有 我們這附近哪裡有 天母SOGO 天母SOGO外面鋪的就是白色跟黑色大理炎 然後來來國中以前那個廁所那邊有一個店的就是大理炎 可是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所以暫時你看不到 但是SOGO有 天母SOGO有 這個白鹽 這個地理交過 石板屋 地理交過嘛 白鹽 白鹽 做石板屋 這個看看就好 就讓地理交過了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 請寫課堂練習